英國《泰晤時報》9月13日披露 中國電信巨頭華為被指控滲透英國劍橋大學研究中心 劍橋中國管理中心 這個中心的大部分學者被發現與華為有關係 其中包括4名主任中的3名 另外這個中心的首席代表是華為的前高級副總裁 這個人享受中共國務院特殊津貼 針對這個消息 英國政界人士敦促英國政府就大學等機構 對中國資金的依賴展開緊急調查 《泰晤時報》爆料 劍橋中國管理中心CCCM 在2018年在深圳啟動 他的首席代表胡彥平 是華為的前高級副總裁 據報胡彥平有資格享有國務院特殊津貼 這個津貼是對中共最體重的專家的高度獎勵 CCCM中心在回覆《泰晤時報》時表示 胡彥平目前並沒有而且從未為劍橋大學加治商學院 或是CCCM提供過任何服務 但這個中心的網站說 胡彥平是他的首席代表 這個中心在《泰晤時報》查詢後 已經在他們的網站上刪除了胡彥平的相關資料 根據CCCM網站的管理團隊介紹 CCCM由兼橋大學加治商學院院長克里斯多弗洛克教授 華為國際諮詢委員會資深顧問田韜 兼橋大學加治商學院國際商務系教授 比德威廉·武森 和兼橋大學加治商學院營銷系高級港師雲一丁博士共同創立 洛克和田韜擔任CCCM的連席主任 而威廉·武森和雲一丁擔任這個中心的執行主任 這四名高管裡有三人被指與華為有密切的關係 泰晤時報說 田韜據稱是華為創辦人任正非的心腹 他還曾在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商學院 和被稱為國防七子之一的中國重點軍事大學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發表了有關華為的演講 田韜還和CCCM的名譽研究員大衛德克·雷麥 合寫了一本讚美華為的書 德克·雷麥在8月份在華為的一次活動中發表了主題演講 在演講中當他談到人工智能時推廣了華為的智能手機 CCCM執行主任威廉·武森 就為中共官方報紙撰寫文章 稱讚中國的科技行業 並使用視頻譴責對華為攻擊 他在劍橋大學耶穌學院領導著一個單獨的英中全球問題對話中心 《泰晤士報》去年透露 這個中心獲得了中共政府20萬英鎊的資助 和華為15萬5千英鎊贊助 CCCM的另一位主任雲一丁就和田韜合作 讚寫推廣華為的文章 英國非政府組織香港監察政策主管約翰·尼·柏特森表示 華為和中共政府的關係已經不是什麼秘密 似乎這個中心已經被華為滲透 劍橋大學應該進行調查 華為和劍橋大學之間的密切關係具有嚴重的國家安全和道德影響 之前有消息說 英國20所的頂尖大學 近年來總共接受了來自華為和中共各有企業的超過4000萬英鎊的資金 2018年 牛章大學曾表示將不再接受華為的資助 英國前保守黨黨魁·施志安9月12日表示 英國各大學近年太依賴中國金援 而劍橋大學堪稱是情況最差之一 他說英國政府應該緊急調查有關機構和公司依賴中國的問題 也萬不要緊急調查有關機構和公司依賴中國的問題 但是英國政府應該重點之間的寶寶 destroy 撐延長對我們全部派避兩個地點 跟其震撐相關機構和公司都拍照 有關機構和公司都拍照 很短大學 嗚